转圈圈 你们不要紧张 一站住马上就出现了 感谢许伯军 加入分享管制区的长官 感谢威廷King出现了 威廷King不知道那天我们在机场跟拍 好不好 卡住了 来了 那个声音怎么样 声音好吗 来一下先跟大佬来一下 来一下声音怎么样 声音怎么样 大佬搞一下 搞一下 声音OK 我跟你讲 大佬全身晒到 全身晒到跟 菲律宾建筑功能一样 什么 大家打字这么快就跳过 感谢Kevin 赞助大佬讲八卦金 大佬总算出现 大佬吉祥 养生基金 大佬都这样子 一定要讲专业东西 大佬才会出现 不然呢 就是把大佬讲了两个小时 最后三分钟出现 大佬吉祥 大佬这样不行 大佬吉祥 大佬吉祥 说来一下罗伯特妹妹故事 不要再害大佬了 感谢江武 声音很好 我看看我 有没有谁错过 今天大家都非常踊跃 我跟你讲 今天绝对 我跟你讲 今天绝对 全台湾人就从我这边 才能听到最第一手的消息 没有人比我来更第一手 但是我跟你讲 大佬公道伯 戈背也不往外面弯 所以今天该表扬心语 我就表扬 该狠狠地干狡猫一下的 我们也不能放过 好不好 感谢威廉 晚安大佬 感谢赞助 很多人都加入八个月了 像大佬请来看 今天大佬专业的成员 的成田风场 感谢李慕林 感谢Libra 今天怎么这么多的 已经加入很久了 大佬声音OK 大佬讲 大家想听的八卦就好 炸弹充银出现了 感谢赞助 大佬晚上 谢谢大佬讲解 台湾航空知识 前天坐新雨 从曼谷回台湾 现在都会注意地球员 拿转向插销 那时候桃园机场风很大 机长技术很好 让我们五感落地 请问大佬330 您会比787 韩南五感落地吗 谢谢大佬 不会330很好 落地的飞机 感谢耶南 帅老晚上好 小编晚上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向大家问好基金 感谢大佬也加入8个月 感谢ELSVNT 好久没跟上直播 赞助大佬讲解金 你今天能算很踊跃 很给大佬面子 礼拜一晚上开直播 很给大家面子 张树 感谢赞助 还有豪滴滴 豪滴 豪滴 大佬好新闻报告 Yu Hong 感谢赞助 大佬我爱你 但是大佬只爱 大佬只爱女生 不爱男生 好不好 Jeka 大佬晚安 赞助今日专业 假解基金 1M861002 给大佬请安 大佬今晚要当公道伯 大佬小麦色 皮肤好正点 大佬就不知道 要花多少月时间 脸才会再白回来了 好不好 今天会不会破5000人 不会 大佬皮肤黑很多 大佬真的 很惨 我现在跟大家 感谢Kai 赞助一波 感谢 我跟大家讲 我刚刚在 这个我拿那个 Rescue Diver的事情 我 这个礼拜 我在开一集直播 跟大家讲 如果 如果 再让我选择一次 要不要拿 Rescue Diver 救援潜水夫的证照 我会绝对不拿 这辈子都不拿 我绝对不会拿 妈的 吃苦受罪 还差点把自己给溺斃 我觉得非常非常痛苦 我强烈不建议各位拿 除非 大家有想要拿教学体系 当潜水 潜水夫的教学体系 那你可以继续拿 因为你要走教学体系 你一定要当Dive Master 你一定要当潜水长 拿到潜水长证照的前一关 就是拿救援潜水证 你没有就不行 非常痛苦 不建议 我跟你讲 我全身都是伤 全身 你看我这个手背 这边红红的 不是赛伤 这一块 这一块 不是赛伤 这一块 两个手背 都是被抓出来 抓伤 我整个大腿 整个大腿 都是欧极 我为什么要穿这个裤子 这个是高 这只是高单 高单数的裤子 因为我全身 大腿 你基督没有一寸土地 没有一寸肌肤 没有被揉铃 改天再跟大家讲 今天不 卡的线 切到重点 好久没看见大佬 感谢大佬 Yu Hong 感谢赞助 可清平 赞助随便用金金 那就是恋爱基金 感谢Kevin 赞助小语咖啡基金 那等我月底回去跟小语 两人两张嘴喝咖啡 好不好 感谢Larry 感谢赞助 你们赞助是大佬的动力 迪伦辛苦了 晚点听回放 先上来抖一波 清飞扬 大佬晚上好 连接车司机来了 赞助讲八卦基金 恭喜拿到证照 救援潜水症 真的吗很痛苦 真的很痛苦 大佬晚安 看到主员被骂成这样 真的很心疼 如果是大佬 这样的乘客 大佬会怎么用30公分 修理乘客 我没办法修理乘客 感谢凯赞助一波 这讲过了 像超级期待 今天的主题 大佬晚安 Sup也说 大佬晚安 亚瑟赞助 色色基金 色色基金是对的 终于等到大佬 回来直播了 我的积压额 潜水不知道多久 第一次赞助 随便乱用基金 随便乱用 你们要有预知 随便乱用 就是恋爱基金 好不好 大佬我爱你这讲过了 好 YJC 赞助大佬 随便听大佬讲八卦 感谢河内 大佬受伤部分 有30公分吗 我昨天差点 把自己用自己的手 把自己的蛋蛋捶破 你知道我在那边 拉救生员的救生袋 这样拉拉拉 干拉不开拉不开拉不开 干突然松掉 打到自己老二上面 好痛啊 淡淡他脸被自己 自己帮他垂碎 垂碎 你知道吗 我不是蜘蛛人 大佬晚上 今天我穿裤子 今天我穿裤子的原因是 因为这个是高单速的裤子 我全身 没有一寸肌肤 没被揉腻 只要把自己的那个 一定要 穿着 收缩压力裤 把肌肉收缩 缩住 感谢 YUHS 感谢 YUHS 已经没有卖到 大佬专业讲解 你赞助的这个 可以让大佬吃好几份 麦当劳的 感谢 Jason 第一次赞助首发 成天吹怪风 Jay Fu 大佬下面有赛到吗 大佬又不是罗勇 好不好 YUHOME 好久没看到大佬 我爱大佬 好可以 可以的 阿诚感谢赞助 看到新闻后 就来等大佬解说 高单速收缩裤 有做开档的吗 没有 但是大佬呢 已经把他突破了 好不好 今晚要冰敷 高单速收缩裤 有做 昨天刚从扯电话 感觉好像穿那个抗击裤 垂到碳 手有被刺伤吗 手蚝针 这里蚝针 自己垂自己弹 两 两弹巨伤 当快破手 欧针 好 当快破手 欧针 感谢 WEITSAO 人生从是董内 不是妹子 竟然是大佬 谢谢你为我带来欢乐 好哦 感谢 Nikson 大佬终于回来 赞助大佬 美白 女奶豆业基金 大佬的女奶豆业 为什么需要美白呢 你有看过大佬 女奶豆业吗 大佬女奶豆业 是吗 粉红色的 好不好 竟然是女奶豆业了 ZERO 大佬我要看到 K董雪流成的 看不到吗 我今天当公道博的 许一培 感谢赞助 大佬搞不好 是买娘带型 免得放 囊带型 免得放不下 我来看一下 永祥 欧永祥 感谢赞助 郑 Janus 赞助大佬帅帅 金金大佬 赛成这样 不帅的 薰密扬也出现了 报告长官 这两天用微软模拟飞行 飞RJ RAJJ 风向 你打错了 RJAA 风向三两栋 风数两栋 正风两栋 飞得真的很刺激 许元峰 大佬晚安 给你润喉基金 感谢赞助 YJC 赞助大佬 顺便听大佬 讲八卦 好 感谢 UN胡 赞助大佬 赞助大佬 美白 养蛋基金 成田腰风 果然名不虚传 感谢许玉培 赞助 大佬去科隆考 Rescue 有顺便去看 有 我看了一艘沉船 人生第一次 第一次船潜 人生第一次下到 大概33米 这么深 还不错 身上没有钱 说阿娘为大佬 怎么赛格跟木炭一样 我跟你讲 现在是灯光 我妈灯光关掉之后 我应该变得跟我兄弟 牙膏一样黑的 Magic 124 感谢香港朋友赞助 大佬好帅 所以我是妈 晒黑一点 比较帅 是不是 我现在衣服脱掉之后 上半身脱掉之后 那个什么的 什么米粉 奶豆 什么的 更明显 因为黑白 色差比较大 感谢Kevin 亲赞助 感谢LANGU 大佬可以帮我朋友 吴炳威说生日快乐吗 好 有吴炳威在吗 吴炳威 大佬呼叫 呼叫 你的朋友 LANGU TOU 祝你生日快乐 您警堂 赞助放进去 一下下 就好激进 我的一下下 一下下 我的一下下 跟你一下下 嘿嘿嘿 不一样 米出现了 大佬老粉好 小公主边吃边玩食物 我却不能揍她 好好吃东西很难吗 我可能已经先出手了 飞机onradio 会不会不小心脱口说 糟糕 不要被黄标 Apple菜 还在工作中 只能听不能看 先懂那美白基金 真的 我需要美白了 好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那个你们在新闻里面看到的 很多新闻 各说各话 大家讲的都不一样 好不好 但是呢 我跟你讲 大部分都是不正确的 第一天的新闻说 星宇航空重飞三次 Goal Run三次 结果害我他妈的 你知道吗 昨天我还在潜水的时候 台湾制作单位找我 跟我人情压力要我连线 我说他妈我不能连线 我怎么连线 我现在人在外海的岛上面 我他妈讯号也不好 一直打电话给我 我说好 那我帮你录一段 那你们讲 他们就移花接木 但是因为我收到资讯 也不是太正确 那时候人在 我就说 不应该连续重飞三次 因为 如果你们仔细看大佬 讲华航 香港 最海事件那一集 大佬就有讲过 还有好几次直播 我都有讲过 华航自从 就是香港起的这场事件之后 本来 就是反正你妈飞不好 妈 你叫重飞 你不管重飞几次 你有本事 重飞五次 六次 七次八次 九次 十次 他妈有多 你爱重飞几次就几次 自从那次事件之后 皇上就规定 最多只能重飞两次 重飞两次之后 第三次 你不管怎么样 妈 吃的菠菜 你是大力水手吃的菠菜 你们也是不能落第三次 那新闻第一次讲是说 那个 重飞三次 其实也是不正确的 那我等一下会再跟你们解释一下 我在直播还讲说 重飞三次就不应该 然后呢 还有人 还有人讲说 这个 晚上才调派机组员去 这个也不是正确的 我等一下会再跟各位讲 然后呢 这个事件牵测到非常广泛 这牵涉到一个就是 星宇的JX800的航班 跟802的航班 这事件 我跟你讲 这事件非常衰 我现在跟大家讲 就是说星宇这个事件 要把这么多的不凑桥 凑在一起 真的可以去买乐透 你们听完就觉得 星宇真的衰 这么衰也不能怪他们 真的是衰到爆 只能说 那他当班机长 能品不好 这么衰 Javis Lin 大老好不久之前 赞助大老 咖啡基金 借可 陈 庆祝三千人 哎呦真的 感谢借个人赞助 这个陈的赞助 可以让我明天跟你们大嫂 好好去吃一顿好吃的 西敏阳 谢谢教官 卸行进场 是用仪表完成 或是手动操作的 你爱怎么操作 怎么操作 好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故事背景 我先跟大家讲 故事背景 你们就知道 这个故事呢 牵涉到两个航班 感谢文虎 黄75 我跟你讲 这件故事 我先跟大家背景 科普一下 这件故事呢 最主要发生呢 是JX800 星宇航空一天 有两个航班 两个航班 从台北飞成田 是用空中巴士350飞机飞的 所以你们在新闻上 也有可能说 有可能你们用什么小飞机飞 这他妈要比 要比350大的飞机 也只剩下747 400跟那个380 好不好 不要乱讲 怎么有可能说 你们用小飞机飞 会搞成这样子 好 这事件牵涉到 第一个是 新闻航空一天有两班飞机 飞成田 台北飞成田 那你们要知道 大佬曾经很多很多次 都跟你们讲过 这个飞机 它飞机 它不会在成田机长出现 它如果飞来回班的飞机 就是飞机要飞过去 加了油 然后你的客人 才能再重新登上这架飞机 把人飞回来 对不对 所以这架飞机只要到不了 后面的人就上不了这架飞机 你们先有了解这个概念 所以新闻航空一天有两班飞机 早上那一班去的是 JX800 这班飞机去 早上8点半飞去 中午12点45到 你要讲到 你要讲 简单一点讲就是 早上8点半去 中午到 那去城叫 JX800 回城就叫801 去叫800的航班 回来叫801 那第二个航班呢 是802 早上10点40飞 下午3点到 到这加个油 4点10分飞回来 应该早 晚上6点57点 就已经要回到台北了 好不好 感谢CHIHSUILIEN 谢谢大佬 然后我跟你讲 你们有这个概念了 对不对 好我跟你讲 基本上新闻航空 JX800 早上最早那一班 8点半飞去 出包 然后JX802 中午10点40飞去 那一班飞机 又出包 所以它是两个 独立不同的事件 所以你们大家不知道 其实新闻航空 出了两个包 这两架飞机都出包 才把所有事情混 你们都把它混做一谈 感谢班哲明高 散注大佬解惑基金 好 我先告诉你怎么回事 JX800的飞机 一样 就是快要到中午12点45分 要落地成田机场的时候 遇到成田吹腰风 好 我跟你讲 这绝对是一手的消息 大佬是地下迷洋局长 现在可以证实的事情 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 我们飞机上面 有两个警报系统 一个是禁地警告系统 一个是空中防撞系统 禁地警告系统就非常非常多种 然后还有风切片的警告系统 风切片警告系统 它在起飞的时候会作用 进场的时候会作用 进场的时候 如果飞机 它的GPS感受到 风切变 飞机的警告系统就会叫 叫什么 叫 飞机 飞机 Go around 飞机 飞机 飞机上有系统 所以我们都规定 飞机上就要任何一个警告系统叫了 落地的时候 就告诉你快要撞三了 不管你什么情况 你就是先重飞 然后如果进场的时候 只要风切变 叫了 你就一定要重飞 不管3721 你一定得重飞 你如果飞机 只要这个警告系统叫了 Win should go around 你不过来就准备 机长被拔掉一条 被副驾驶 副驾驶再拔掉一条 就变 第二副驾驶 第二副驾驶再拔掉一条 就连打炮全力都没 没条了 没条 感谢 TEACH TEACH GG88 大佬再次到皇家 加了比较游轮基金 越南吹冷气基金 越南是洗完大头洗小头基金 好 所以呢 新宇航空这JX800 这台350的飞机 是在进场的时候 进场的时候 主员说大概在800尺左右 乱流嘛 所以你们看我飞机在800尺左右 就晃得乱七八糟了 看我那部影片 好 所以呢 造成他们重飞原因 这就是说老实话 不是飞拳技术不好 是飞机350的那个温雪 温雪 go around go around 温雪 温雪 go around 这个系统叫了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 所以主员重飞 go around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们没听过 温雪 这个 如果你们没听过 等一下 如果你们没有听过温雪 我可以让你听听看 温雪的这个警告声 是长什么样子 好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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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聲音就來了 這是我們每半年不是要跟楊進模擬機嗎?對不對? 靠北半天不來是怎麼樣? WinShare了啦 大哥 快叫一下 居然不給我叫啊 這個不太清楚 但你們應該是有聽到的 好 我跟你講 那所以呢 350是因為風切變的警告系統叫了 沒辦法 從非 第二次回來 進場的時候呢 又叫了 又叫了 所以我要公道博講個公道話 那不是飛旋技術不好 前面這兩次肯定 這是confirm的 是飛機上的WinShare Warning System叫的 那沒辦法 人品差 飛機系統叫 叫了就一定得重飛 所以第二次進場 WinShare Go Run WinShare Go Run 第二把 趕就重飛 感謝Tidy Liu 贊助大佬4000人基金 好喔 好 那接下來 我再跟大家科普一下 星宇航空是有規定的喔 如果是因為天氣的因素 你已經重飛了兩次 就不能再 堅持做第三次重飛 所以呢 這是星宇航空的規定 我覺得這規定是很好的 所以呢 他們已經兩次 飛機都叫了WinShare Walling 沒辦法重飛 這我之前在 飛行計畫那一課裡面 節目裡面也講過 飛機都有背降場 所以他背降場是 明谷屋機場 明谷屋機場 所以他們就轉降到 明谷屋機場 那就沒辦法了嘛 好不好 就轉降到明谷屋機場 感謝Kopito 贊助大佬晚安玩 陶克學的向您報道 附上自由運用基金 感謝大佬一直以來 優質一片 好 這時候我要告訴你們一件事情 今天的那個 知識含量非常非常高 我希望你們仔細聽 今天知識含量真的非常非常豐富 所以你們要仔細聽了 這一集要好好消化 但是能夠學到東西很多 以後就會 遇到這些事情 就會幫多位的機組人員 多為個機師 航空公司著想 感謝藍色的星辰 贊助大佬潜水 塞黑 需要美白保養品 金金 鈴鐺只為大佬開 每次直播一定要抖兩把 我剛剛尿尿也抖了兩把 感謝星期 終於等到大佬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贊助塞黑或美白基金 有人說 守航名古屋 我跟你講 你們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說 所有的 所有的航空公司 大概各個國家 每個國家都差不多 因為我們越南航空也是一樣 因為這是根據世界民航組織的規定 基本的架構來改 就是 飛行員 兩組組員的飛行員 就兩個正副駕駛飛的 飛行員的一天的工時 最大工時 14個小時 你只要超過14個小時 就不能再飛了 所以你要想一件事情 就是說 從台北 飛到東京 冬天的話很慘 去大概快3個小時 回來快5個小時 因為來回問題 反正 你東京抓平均 平均 去飛一趟東京 至少4個小時 對不對 那 工時 基本上 大概就是從報道前一個小時開始算 到落地後 半個小時左右 好不好 感謝Petty贊助 祝幸 趕快結束 和武怨天 Mayday 合作 別不幸 跟我合作最好 來找我合作 我幫你們代言 都講好話 專業 好 所以你們這樣有概念 我們來算一下 星宇航空早上8點半起飛飛機 它工時就大概從7點半開始算了 對不對 這飛機一路飛到日本落地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飛機 日本12點45分落地 原定計劃 然後呢 下午1點55起飛 回到台灣 是台灣下午的12點25 就算台灣的4點半好了 你從 從早上 早上7點半開始算 4點半 再往後推半個小時 到5點 算5點半好了 從早上7點半 到 從 到下午 到下午 5點 算整數 從下午工時從早上7點半算到下午5點半 這樣大概10個小時 這樣大概10個小時 我有沒有算錯 這樣已經10個小時了 所以呢 你只要轉降一趟 你轉降一趟 出去一趟就一個多小時 落地 加個油 你從 你從東京到明谷屋至少一個多小時 落地 加油 重新弄弄一個多小時 再飛回來一個多小時 絕對爆掉4個小時 這架 JX800飛機 最後飛回 最後飛回東京成田的時候 在明谷屋轉降到明谷屋 然後再回來 飛回東京成田的時候 已經是晚上那8點 所以你們要知道一件事情 星宇航空 星宇航空 第一時間 知道這架飛機 第二次重飛 他媽要轉降到 轉降到 明谷屋的手 馬上 馬上已經派 已經派 一組人 兩個人馬上搭飛機 搭全 當全日空ANA的飛機 搭全日空下午ANA的飛機 從松山機場起 出發 到羽田機場 那再從羽田機場 搭車 驅車 直達 東京成田 我看羽田機場 到東京成田機場 要一個多小時 但成田機場 跟羽田機場 關係就像松山機場 到桃園機場 這種關係 感謝YTGJ DJRJ 贊助 講話久會口可 贊助大佬咖啡基金 感謝YUHSIEN 贊助大佬 撲破五千人金金 這個 感謝 這個大戶 我們的大佬都要特別感謝大戶的 好 等一下 我現在講到這邊 大家聽懂沒有 你們要先聽懂我講的 我才能繼續講下去 有沒有懂 懂了沒有 感謝威丁King 黑董是不是罵綠色 才會被媒體 媒體罵 懂了 都有人懂了嗎 都懂了 秒懂 秒懂 好 所以我現在跟大家再講一些其他的事情 只要飛 只要是兩人派遣 飛日本的 都不能轉將 感謝Eric Lee 下次大佬直飛就是那個班次 想做做你的航班機 我跟你講 你們要去Google 台灣虎航也出過好幾次包 都被鬧上新聞 都是因為天氣不好 一轉將 一轉將就GG 只要兩個人派遣的 飛到 飛往日本飛的 只要一轉將 一轉將就是爆公時 公時絕對爆的 一轉將就是GG 等一下 店員被打到 拉掉了 我跟你講 只要是一轉將 就是GG 一轉將 公時一定爆 公司就要趕快想辦法 找人 或者 把回程的客人 因為飛機到不了 回程的客人 就一定要把它轉掉 好不好 好 那你們現在就有概念了 所以呢 我跟你講 所以 星宇航空在第一時間 知道這個飛機 已經轉將了 他們立馬 立馬 就他不是到晚上才 他不是說到晚 新聞說到晚上才派另外一支主員去 不是 那為什麼主員晚上才會到 我等一下再解釋給大家聽 李慕寧 感謝贊助 好 那他 李慕寧說 是不是可以讓客人從 從那個 明古屋搭飛機到 到東京 我跟你講 現在不是下飛機客人的問題 現在是客人是回不了台灣 那些客人在鬧 而不是被轉將 抵擇客人在鬧的 好 我這邊 先再插題一下 所以我們 那 為什麼 這些問題不常出現在華航跟長龍上面 你們有沒有想過 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這些問題不常出現 華航長龍也是飛啊 可是他為什麼他一轉將 他 他飛全不容易 他不會爆掉或不容易爆掉呢 為什麼 很多人講不出來的啦 不是飛機 不是被 不是被用飛機多 是因為我跟你講 華航長龍 大部分東京的過夜班 大部分東京都是過夜班啊 飛一穿過去就下班了 所以他的機組人員沒有把它爆掉 沒有飛時的問題啊 對不對 因為他飛機他飛過去 我這組員本來就是去那邊就是落地的嘛 落地就是要進飯店的嘛 我橫肅今天來接我飛機主人是前一天晚上 我兩天前就在這邊 已經販購物兩天了 他的工時是現在在機場才開始 在東京機場才開始算的嘛 對不對 你讓他飛回台灣 再從台灣飛到峇里島再飛回台灣 工時都還沒爆掉 對不對 所以你們要知道這個問題 感謝 西敏陽贊助 不是代理 是因為 華航長龍 這些大公司 過夜的嘛 像我一樣嘛 我飛東京 我飛 大阪康賽 我月底一個大阪班 我過去我也是過夜的嘛 所以我如果 假設我代賽 不要講那麼代賽 我月底要飛大阪 天氣不好 從被兩次轉降到明古 我再把他轉回來 我沒有工時問題 為什麼 因為另外一組主演已經在那邊要接我飛機了嘛 我在怎麼報 我不可能報14小時 爆掉 我轉降到北海道 去吃個北海道拉麵 再飛回來 我都還沒爆掉 因為我進旅館睡覺嘛 好不好 感謝WILE10 贊助大佬 模擬飛行基金 好 故事繼續 我們故事繼續下去 這故事實在太複雜 我跟你講 這個 一家航空公司要把這麼多負責 這麼多代賽事情 集在一起 真的是跟我的超級賽亞人有的拼了 你知道嗎 好不好 好 好 我們先 故事先 先講 星宇航空的 OCC Operation Center 一收到 ZX800 轉降到明古 馬上 當下 低劍池 找代替主員 馬上 到宇田機場 到 松山機場 搭 ANA的飛機 他們是搭ANA的 馬上到宇田機場 好 到了宇田機場之後 然後 馬上 等一下 我先跟你們講 到了宇田機場之後 因為 這是五一勞動節 日本的黃金州 當天 又是收假日期 我跟你講 發生什麼事情 那日航代理 是 星宇的日航代理 ANA 然後 他們 因為是 五一勞動節的黃金收 他們就 維持 最小的 minimum walking 人數 所以大部分人 都去休假了 你要想 主員搭飛機 主員搭飛機 到國外 去接飛機 他不是 他不是客人 感謝洗洗空房 他不是客人 我們拿一本護照 去就算 我們是客人 台灣人到日本 還不用簽證 他們機票買就去 主員不是 主員 我跟你們講過 要走GD General 這是走GD 要走另外一個主員身份 這個主員身份 不是我們路徑 他媽要走 就跟他講 趕丁北市主員就可以走 這要跟對方的地情代理 要幫我們辦 主員通關這些程序 結果呢 對方呢 因為 因為那個 當天 第一個當天 陳田機場轉嫁飛機太多 所以他們沒有能力 所以 那個 星宇派去兩個人呢 剛到羽田機場就卡關 為什麼沒有能力 把他們擱在那邊 擱了媽 就delay了媽 至少一個小時以上 然後呢 好不容易搞出關之後呢 他們要殺去陳田機場 對不對 在高速公路上 遇到 就跟你講 黃金周 收價的當天 塞車塞爆 塞車塞爆 所以呢 他們就媽 就已經delay了媽 兩三個小時 就很慘了 非常非常慘 搞到媽 快晚上 才 到了東京陳田機場 到了東京陳田機場呢 又發生GG的事情了 因為呢 沒有協調 主員呢 進不去 所以呢 我們先把故事 停在這邊 因為這 救援主員故事 就到這邊 已經結束了 因為你們要知道 就是呢 星宇航空 當下 當下 立刻 第一時間 大概12點 12點 左右 知道 飛機轉降 馬上派兩 兩個飛行員 東京 東京陳田機場 要去 接飛機 因為主員一定超死 結果呢 最後這兩個主員到的時候呢 進不了東京陳田機場 所以他們卡在海關外面 沒進去 故事結束 好 我們就回到 剛剛 ZX800 轉降到名古屋 了嘛 對對 那要從名古屋 再飛回 東京陳田機場 大佬這時候 差一個題 差題 因為我就 我就 我就跟 我這些 啊 內線朋友 內線的朋友講說 馬的 我飛了二十幾年 上一次就是我拍那個 東京 遙風落地影片 那一集 已經是我這二十幾年來 遇到最危險 我從來沒有遇到 這麼可怕 跟騎馬一樣的落地 對不對 我說我飛機他媽晃成這個樣子 我的飛機的 溫血 都還沒叫耶 我不相信你們今天晃的晃會比我那天大 結果呢 他們說 欸對 他們也討論過 所以呢 他們跟各家航空公司討論結果 你們不信呢 你們去 你們去那個 看一下重飛影片 大部分 在陳田機場重飛的 如果你們仔細去研究 通通是Airbus的飛機 波音的飛機很少重飛 所以他們研究出的結果是怎樣 Airbus對溫血涡靈的系統的偵測是比較敏感 比較早洩的 需要治療 早洩 受不了 哈哈哈哈 各位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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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亂呢 波音呢 就跟大佬一樣 比較有洞頭的 有洞頭 你聽有嗎 所以 Airbus 比較敏感 濃郎 濃郁區一個 就出來了 就出來了 就重飛了 這是大佬 題外話 秒懂嗎 秒懂 我秒懂 你們逼我幹嘛 我這媽 盡量解釋 舉例讓你們聽得懂 這樣你們還要逼我 小雨也在逼了 好吧小雨有逼了 那我就媽要乖一點 好不好 好 現在就問題來了 最後的時候呢 這個原本的JX800 它已經落地了 落地了 就已經晚上了 好不管 我們理論上 感謝利 七條腿的利 贊助大佬五棟陶基金 五棟陶嘛 好 我跟你講 JX800故事就結束了 結束了 其實就已經不關JX800的事 感謝吳大葉 人越多大佬表演越越高了 我根本不知道多少人 好 那事實上呢 在中間決策的時候 那西米航空的高層就想 趕 因為他不知道 因為他不知道 媽 JX800到底什麼時候落地 他派另外一組救援組 原來 他派救援組原來 其實是想把JX800 飛回去而已 他並不是要把客 把客人一起載回去 因為他當時他們決定 因為這就是新聞報的點 說他們決策錯誤 為什麼 因為他決定 把回程 JX800要把801的人載回去 801是下午1點55分要起飛 感謝小巷贊助 所以他是要 他現在落地之後 800下落地之後 載8011點55分的人回去 那 350飛機夠大 所以當下他就決定 好 我把第一班的客人 跟我第二班的客人 並班 並班 曬回去 那 早上已經飛的時候 事實上 第二班10點40 星宇的第二班 JX802就已經起飛 JX802起飛的時候 第一班最早一班 JX800都還沒有重飛 都還沒有達到成年 一個在前面飛 一個在後面飛 兩個差 兩個小時 對不對 所以呢 當 當時出事的時候 星宇就已經決定 星宇就已經決定 要把第一班客人跟第二班客人 並機 並機 裝在 因為JX802下午5點就起飛 下午3點就起飛了 對不對 下午3點就落地 4點10分起飛 對不對 那你嚴格非常嚴格講起來 你801的人是下午1點55起飛 算2點 對不對 803是4點10分起飛 算4點 你也才差兩個小時 對 理論上 如果一切都合理合理進行 不會突那麼大的包 我剛剛已經跟你們講過 JX800的故事結束了 那你們現在聽起來好像 星宇的故事鬧很大 那這樣聽起來 JX800結束 怎麼故事會那麼簡單呢 我跟你講因為 這件事情重心 它不是在JX800上 JX800第一趟飛機 它只是他媽的重飛了兩次 到明古屋就飛回來 把客人放下而已 就不關他的事了 主言超時你要知道 那JX802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看衰小就衰小在JX802 落地的時候 落地的時候 有遇到風切 那 我剛剛忘記少講 我講錯了 不是我講錯 我少講了 JX800從明古屋飛回來的時候 幹 又重飛一次 又重飛 所以它是重飛三次 沒錯 它真的重飛三次 但是是第一次的try兩次重飛 到明古屋回來 他媽又遇到風切 他媽又重飛一次 加起來三次 WIT 消 我是JX801乘客 想跟現場 說聲謝謝 辛苦了 被圍著罵兩天 好 真的有801的乘客 假衰小 我跟你講 所以801回來的時候 又重飛一次 都要落地 故事結束 801真的是不關800的事情 那802來發生什麼事情 802一落地 飛機系統 警告系統就響了 飛機有故障 所以落地之後 到停到停機位 就在處理飛機故障的事情 就在處理飛機故障 因為飛機故障了 好 那我們又回到一個問題 這飛機 只要飛日本的飛機 只要一轉降就會GG 為什麼是公時的問題 反正你只要飛日本飛機 延誤超過三個小時左右 你公時就一定爆掉了 一定爆 我算過14小時 對不對 所以這架飛機你要想 802的飛機落地之後 他只要敢修飛機 修超過三個小時 他就已經很tight了 跟那誰一樣 pretty tight pretty tight 你只要修超過三小時以上 就很緊放不進去 我說放不進去是嗎 起飛的slot放不進去 就pretty tight 所以這架802 重點就是802的飛機落地之後 飛機他媽的故障 飛機故障 所以落地他媽修飛機 誰在逼我 我在跟你們講故事 你們逼我幹嘛 你們逼我 我就不講故事給你們聽了嗎 黃靖雯說 大佬好 剛下班來報到 有人在引戰嗎 第一次派兩個前艙而已 第二次搭CI22才有後艙 好 我要講故事 我講故事 你們不要在底下我存在 好 結果802 那媽三點落地 光修飛機他媽搞了他媽至少兩個 修兩次飛機 第一次他媽先搞了兩個小時 好 修了飛機之後 最後沒關係 對不對 就把人他媽 就以為飛機修好了 以為飛機修好了 就把人 全部就登機了 302個乘客加上主員 801跟803的乘客 兩班乘客混機上飛機 關艙門的時候 GG 信號異常 感謝DRYU Lee 剛剛沒唸到再抖一次 喜歡大佬的牧村到頭在髮型 這是我沒有整理 這一次去他媽掉了一堆東西 好 我跟你講 感謝藍色星辰 請問大佬如果K董自己 也有把握落地 可以不理會溫血而認直接落地嗎 K董每半年 K董每半年 一定要附訓 這不是他能決定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民航局規定 但是他自己 飛到溫血窩裡 叫他還去做自己 他可不可以這麼幹 可以他是老闆 他要怎麼幹都可以 他在長龍的時候 把自己改規定 2500小時就可以升機場 他就把自己升機場 他媽 你要是老闆 你要怎麼搞 但是不要觸犯民航局的法規規定 民航局就說 在台灣2500小時就可以升機場 所以他們就可以 好 故事繼續 故事繼續 所有客人登機之後 觀察門訊號異常 靠北削賽 繼續修飛機 這一搞 他媽搞很久 搞很久之後 飛機上就發餐 客人鬧 因為你要想 第一個801的人已經很賭籃了 對不對 結果 803的人 因為本來要走 又把卡到 就賭籃 應該是這樣子 兩班的人都很賭籃 因為都delay 那就怪這台802的飛機故障 上了飛機 再觀艙門以為好 再觀艙門訊號又來又修 修沒辦法 你們要知道一件事情 非來回航點的飛機 我們幾乎都是帶來回餐 假設去成100個人 回成有200個人 我飛將就帶300份餐 100份餐發去的人 200份餐發回頭的人 這樣你們聽懂嗎 感謝將務 贊助大佬明天被寄的PPP基金 不會啦 MAGIC1124 香港航溝降兩次不成功 轉嫁民股物 之後再飛東京 降兩次不成功 第三次降落成功 靠北 我手鍵 自己慢慢按到什麼東西 噢 Shit 大佬手鍵自己看不到自己在 自己的直播啦 等一下喔 大佬手鍵啦 看不到自己直播了啦 看一下到底要怎麼可以看到自己直播呢 好這樣子嗎 這樣不對啊 好這樣好嗎這樣有嗎這樣有嗎 靠腰可以拿鏡子的靠 好 你們等一下嘛 好GG了啦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GG大佬GG大佬GG 大佬GG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等大佬一下 好我跟你講 有點GG 我現在 我現在沒辦法看到自己 我現在沒辦法看到自己的那個 我現在沒辦法看到自己的那個 靠北 欸哈囉 欸 怎麼樣 你現在看得到嗎 對啊我自己不小心把自己按掉 哈哈哈 可以這樣子嗎 可以這樣子嗎 有Lag 我現在是這樣子 但是會有Lag 那5秒鐘的Lag 喔真的喔 那你們都沒有Lag嗎 靠北喔 我這樣不要亂嘗試好了 亂嘗試等一下媽 不小心切掉 我來試試看好了 OK 謝謝啊 我跟你講小宇還是很盡責的 你們知道嗎 好我跟你講 剛剛我已經不管了 我不看自己了啦 喔 我先跟大家講 我跟大家講 剛剛故事講到哪裡 喔 我跟你講就是帶來回餐 一般飛機上都是帶著來回餐 喔 那所以呢 星宇航空呢 801 801 87 應該講 JX802 他帶回頭餐呢 就帶JX803的回頭餐 但是這飛機上擠了嗎 兩班主員的人嘛 對不對 感謝乳蛋爸 所以呢 我跟你講 這時候呢 你們就看到新聞 有人在靠北 飛機上就有乾扁的三明治可以吃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就主員在機上廣播的時候呢 他媽同機不同餐 是有種族歧視的 是有航班歧視的 所以呢 發餐呢 CX803的客人呢 他媽的有熱餐可以吃啊 是有熱餐喔 秀的喔 有媽整個set的啊 但是呢 CX801的人呢 就只能吃他媽的三明治而已 所以他媽同機不同餐嘛 就所以有人媽在飛機上就鬧嘛 就堵了嘛 為什麼人家媽吃便當嘛 吃大餐嘛 喝杯吃乾扁三明治嘛 好不好 這就是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呢 記者說 在新聞講說 嚴悟客人只能吃三明治 他其實他不是的 他其實是 同機不同餐啦 Runway34Ride 感謝故事基金 我來看一下 我來看一下 801喝馬桶循環水 感謝小偶通知大佬救援 好 那現在問題 現在問題就來了 飛機又休 哦 我們先 我們先回到 我們現在趕快把這故事再總結一下 我們一直要先總結個故事 就是 JX800來 搞了半天 飛機落地了 對不對 客人也走了 就不關客人的事情呢 然後反正呢 JX800的 前艙飛機員 後艙組員 工時都超過 橫數都爆掉了 800的組員基本上就廢物了 廢在哪 不可利用 不可再利用循環 現在呢 就是 JX802的組員 飛來 本來要飛回頭 幹 飛機他媽連壞兩把 連壞兩把 這時候呢 工時也爆掉了 工時也爆掉 所以這時候你們又聽到 新聞在講 新聞講說 到晚上都已經登完機了 然後呢 然後呢 那個航空公司才通知啊 什麼 主員超時 主員超時 然後呢 才調派 晚上才調派主員 所以呢 我跟你講 主員超時呢 是800就超時了 那802的主員呢 是到晚上 因為飛機壞掉 他給小 待賽 所以呢 802主員到晚上 也超時了 所以晚上802主員 也超時 不能飛了 所以呢 也困在飛機上了 好不好 好 這時候已經搞到 我跟你講 搞到 故事繼續發展下去 這時候呢 公司在想辦法解決問題 公司在想辦法解決問題 故事繼續發展下去 到了晚上 11點多的時候 成田機場是有宵禁 很多機場都有宵禁 很多機場都有宵禁 感謝金剛戰士 這個聽起來好像就在講我 801的餐在800上面 800在明谷五怎麼會有餐 沒餐嘛 不管嘛 你們就聽我講故事嘛 好 很多這樣都有宵禁 我跟你們講 松山機場其實也有宵禁 高雄小港機場都有宵禁 我很少看到宵禁 有宵禁的機場會放飛 讓主員開飛 連我跟你講 連我們台灣人 自己在小港機場 小港機場有宵禁 好像也是晚上11點 我們自己人 自己台灣的飛機 過宵禁都不讓我起飛落地 我晚10分鐘都不讓我落地了 你認為東京 小日本 日本鬼子會讓我們 破例 在東京成年機場開放宵禁嗎 當天好像為了宵禁 機場有宵禁 宵禁有延半小時 新聞講 新聞是說 又亂說 就說什麼 好像有協調 讓星宇航空宵禁可以起飛 事實上 應該是溝通錯誤 應該是溝通錯誤 就以為說可以宵禁 應該可以宵禁讓他們起飛 其實是不行的 我跟你講這就不是老司機了 像我飛的嗎 二十幾年 只要公司跟我講說 可以趕快登機 準備宵禁可以飛 我第一個見識是 你先拿 Special Permit Paper給我 我看任何機場 只要相信他讓你起飛 都不是口說的 嘴巴說說 那就跟印度人做生意一樣 出一張蕭威 用騙的 連哄帶騙 沒有 我跟你講 一定要拿出 能夠放行 機場要是交金要能夠放行 都要拿Special Permit 一定要拿特殊許可的 這民航局要給許可 你才可以飛 怎麼有這種口頭說一說 就讓你飛的 不可能 沒有啦 所以我們每次 我跟你講 我飛這麼多年 我已經遇到 手指都數都不知道 兩個手指都數都數不完 超過十幾次了 都是那種 航空公司通知 CAPTON 我跟你講 你一定要在譬如說 10點45分 一定要後推 10點45分 你如果沒辦法後推 就GG了 就這班航班要取消了 都是這種的 沒有很少遇到的 我們跟機場協定要好的 可以飛 不可能 沒有 有的話 地勤代理就會拿 白紙黑字上來做 Special Permit 我們機場檢查 可以飛 800和801是同一架飛機 802跟803同一架飛機 E-M-E-S-T-C-H-I-U 你可能沒有從頭看 大佬一開始就已經講過了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有這個概念了 對不對 好 到了晚上 我們故事接著下去 因為等下故事會有 會有扑朔離奇的地方 你們等下仔細聽完 會有扑朔離奇的地方 所以這故事繼續發展到晚上 我們當時日本宵禁時間是到11點 我不知道事件發生之後 日本宵禁是開放到幾點 日本宵禁原因是因為它有丁子戶 不能影響到丁子戶 所以它有宵禁 半夜都不能起降 你想全日本最大的機場 全球文明的東京成田機場 居然沒有24小時營業 你說這機場厲害不厲害 厲害不厲害 等等 好 所以我跟你講 搞到你們現在新聞有一段對話 就是那個803的機師 要請求後推 然後航管說不給你們後推了 你拿不到許可起飛 為什麼 因為假設晚上11點半起飛 他前面排了十幾架飛機 他已經排了十幾架飛機 我以前有放過一個錄音帶給你們聽 對不對 就是東京成田ATC的袋子 我過兩天再把你放上 放在這邊 讓你再重新還念一次 URN.25 URN.26 VNL URN.29 第29號起飛 你一架飛機起飛至少三分鐘 間隔 你實駕就要30分鐘 所以星宇航空803在請求後推的時候 就已經超過他 就已經算出他起飛不可能起飛 所以航管就不給他發取飛許可 所以機師在裡面 就傻眼 你們聽到新聞這一段 就是傻眼的這一段 好 故事 理論上 到這邊結束 那我們現在有個問題 故事還沒結束 我先把故事講完 我們再把重點 那重點就是 日本成田機場晚上 因為蕭敬 蕭敬他就沒有起降 沒有起降的機場 他怎麼會有海關的人在機場工作呢 他就沒有 其實星宇航空在下午的時候 就已經把所有旅客的飯店訂好了 那重點呢 客人媽媽沒辦法下飛機啊 因為沒有海關 讓他們 他們怎麼進了關 就代表你已經離開日本了 你已經蓋了immigration了 你已經出境 你已經蓋了出境章 你理論上是離開日本了 你現在要再回來到飯店 你是要入境嘛 就要再蓋一次入境章嘛 你是重回日本領土嘛 對不對 你上了飛機 你就屬於這個國 這個 你就屬 航空器是國家領土的延伸嘛 你上了飛機等於回到台灣了嘛 你現在下飛機他媽媽要重進入境嘛 那入境沒有移民官嘛 好不好 好 所以這樣就把它尷尬 尷尬的問題就是 來救援的兩個組員卡在關外 沒辦法進去睡外面 然後呢 卡在飛機上人進不了關 出不去 搞在飛機上面 又搞了很久 最後協調 才讓飛機上人下來 睡在機場裡面 所以才有現在這個 所以才有現在遇到你們遇到的這種窘境 鬧上新聞的 所有客人睡在機場 801跟803的客人都都睡在機場 為什麼要睡在機場呢 不是 我跟你講 這個不是星宇航空不願意做 飯店都訂好了 海關人他媽下班了 你去哪裡找海關放行 星宇航空也跳腳 他也不願意 你認為他願意把你這些 有些航空公司 他想省錢那就算了 你認為嗎 張國偉願意把你 302個客人丟在機場嗎 損失讓他名譽掃地嗎 不願意嗎 但是他這個有宵禁的 有宵禁的機場 會為了你一家小航空公司的 幾百個人的 把你的海關全部叫回來 上班電話機器重開機嗎 不可能嗎 所以這點就把我哥公道博要講句公道話 公道博講公道話 這不能怪他 因為沒海關 所以所有人在機場睡覺 救援的人進不來 想回去到飯店的不給放出去 新的飛機要飛 飛不走 好 這是故事的大綱 那各位有沒有想到一件事情 我先個個提醒一下 救援的 現在所有在場 在場的就有三組組員 第一組的救援組員 進不來 感謝牛牛 星宇在賭 是不是都因為要拼回來 飛JX2 這我等下再解釋 第一個 來救援的兩個組員進不來 他沒進來 第二個 JX800組員超時 對不對 就不能飛801 那第二個 JX802組員也超時了 也飛不了了 所有可利用組員 就三組組員在那邊 那你們有沒有想到 有沒有想到一個很奇怪 很奇妙問題的地方 所以民航局說 如果星宇航空有違規事實 主動調查 星宇航空是不是有違規事實 你們有沒有人想到 這地方有什麼 有什麼蹊跷 你們有沒有 我不知道 我不相信你們有人 可以感受到有什麼蹊跷 但是這地方有一個蹊跷 我看看有沒有人 講得出來有什麼蹊跷 Thomas Wang講出來了 Thomas Wang講出來 Simon Tsai也講出來了 Alex G 你們講出來就代表你們 這一個小時又很認真 聽大佬講故事 三組組員的飛石都爆掉了 那是誰在裡面飛803原本要叫後推push by 把這台飛機飛回來 嘿嘿 欸欸對不對 這個地方呢 已經超過大佬 已經超過大佬地下民航局長的觸角了 所以我不知道 不知道事情我不能評斷 然後呢 張國維凌晨2點鐘 2點多 搭JESTA的飛機 搭JESTA的飛機 殺到 殺到 東京 好 所以這時候又有一個問題了 你殺過去 你殺過去是客人的身份 還是主員的身份 因為不可能你是客人身份 所以這又是一個民航局要調查的地方 對不對 那所以呢 那個張國維去了之後 就被記者賭到了 所以才有後面新聞這段話 對不對 那個我們也不願意 那個我們所有來回的機票錢 我們全部負責 全額退費這樣子 才會有講說 我也一夜沒睡 對不對 我等一下還要把飛機飛回去 才會有失言風波 說 網顧乘客西面安全 你自己說自己一個晚上沒睡 等一下還要把飛機飛回去 才有這件事件出現 好不好 所以講到這邊 我就 我也是公道國 第一個 我在我飛行生涯二十幾年裡面 多多少少太多了 遇到飛機故障 你飛機故障你問我 我他媽也不知道 對不對 他又不是 他又不是我他媽能夠控制的 這飛機他媽壞掉的 你問幾乎 幾乎都不知道他哪時候要好 一架飛機壞掉 他媽的跟巴里亞的脾氣一模一樣 他媽沒辦法控制的 我跟你講跟你們大嫂脾氣一樣 這飛機他媽沒辦法控制 他媽要壞多久 他就媽看他心情 他媽要修多久 你也不知道 現在修好了 媽機物本全部簽放了 媽要啟動發動機之前 一下他媽訊號故障燈又來 你他媽傻眼 所以每次你就會一直問 坐舱長也問 客人也問 這飛機要修多久 我告訴你 我真的他媽不知道 這飛機我也跟你們講過非常多次 再先進的飛機 全新出廠 第一天飛的飛機 它就有可能嗎 這個系統 DOWN一個 那邊DOWN一個 很多東西 它其實也不嚴重 但是我跟你們講過很多次 就是有minimum equipment list 最低裝備需求 說不能走就是不能走 好不好 有人說講看看大嫂如何失控 我在飛機上被困了六個小時 LING COCO 你在飛機上被困六個小時 你是801還是803的 你是吃熱餐還是乾點三明治的 這麼慘 北京走起來一定很麻煩 凱文 大老失言風波完蛋了 我剛失言了 希望媽媽沒再聽 再聽我就GG了 停說他自PO一下803乘客指數 我是803乘客 我們班機是3點40登機 4點10分起飛 沒錯 4點10分起飛 我們的飛機跟安全完全無關 是他們硬要把801 併到803 那沒錯 對 事實就跟大家大好講的一樣 導致803跟著一起延誤到 地勤人員都已經知道 合併班機會延誤 一定延誤的 這不用講的 也不跟原803客人告知延誤 拖到超過登機之前才廣播因素 因天制之間導致延誤 螢幕寫個更改為4.20登機 等到5點大家紛紛不耐煩 上前詢問 大佬要睡沙發了 Bluese Lee說大佬不要自爆 靠北 我怎麼辦我自爆 我現在有點後悔 可以把那一段剪掉嗎 小宇怎麼把那一段剪掉 被他看到我挖耳機機 然後呢 老吴說有人想變電療 停又出來講話了 我們看看他講什麼 藤本千功 感謝贊助 終於用兩倍速 從頭追上最新直播 幹幹嗎 兩倍速 大佬果然是名副其實 邀風克星 兼航空界最佳公道婆 非常感謝大佬精闢 且辛苦的解說 已分生氣 贊助大佬自由運用基金 聽說 問題要等另一組機組人員 從台北飛來成田 我們等到兩三兩四點 不是啦 我跟你們講 他早上就已經出來了 只是進不了關 大家等到兩點才跟我說 民航局晚上宵軍不能飛 不是嘛 是因為本來以為能飛 本來以為 如果802的飛機過去 他媽沒壞掉 他就可以飛 那誰知道他媽壞掉 第一次修好時就可以飛 也不會有卡到宵禁問題 誰講到關艙門的時候 他媽又壞 又沒辦法飛壞掉 所以你要仔細聽故事 你仔細聽故事 提供睡袋河水 讓我們睡在後機室閘門處 就是這樣一連串 拖延成本都很怒 這已經不是飛安問題了 那些檢討可問的宣民 不要再讀內文和了解 真的要讀內文和了解狀況 再來罵 不然很好笑 對嘛 所以我是公道博 我就讓大家了解真實的情況 當然啦 所有航空公司在第一時間 我就說 如果你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什麼問題都沒有 你不要那麼帶賽 802他不出事 他可以很順利的銜接上 即便我delay一個小時兩個小時很正常 我可以把銜接上 所有人就載走 倒楣衰小就衰小 在802他媽飛機故障 所以呢 我猜測 這是我猜測 我猜測 當然啦 如果星宇航空能力不足 不是能力ability 是能力 man power 能力調度不足的話 就不會這麼做 如果他能力調度足的話 我猜測 以後飛東京的班 就三組組員派遣 為什麼呢 因為兩組組員工時上限14小時 三組組員工時上限 我有點忘記了 每個國家規定不一樣 三個組員的工時上限 好像是18小時 等於我叫多帶一個人飛 你叫轉降再回來 飛機爆掉兩次再修好 都可以起飛 所以呢 有些飛機 像我們公司 飛往日本飛 都過夜班 飛日本韓國都過夜班 如果我們打來回 有時候飛機 加班機或什麼 打來回 叫飛回去再飛回來的 我們就帶三組組員 為什麼 公時場嗎 以免 以免 像星宇航空這種狀況 或以前台灣虎航這種狀況 以免他媽的一轉降GG 飛機故障GG 我寧願多帶一個組員 我也不要媽一次GG 把公司名聲搞砸 或者他媽賠款 賠的就媽損失 飛一班 賠十班料的錢 對不對 好不好 來看一下啊 如果小K真的 大嫂等等就開牙控車來了 如果只來開飛機回去 那是不是不小心被乘客攔截 所以才走出來說話 所以有些新聞是報 有新聞是報說 他從那不知道第幾號登機門 走過還是被藍記者抓到 才阿媽一免尷尬這樣講事情 然後這個大佬不知道 不知道的事情 我不做批評嘛 好不好 大佬如果明古屋飛回成年時 有兩次沒降落成功 是不是要再飛回明古屋 就是了 就看他飛回 從明古屋飛到成年機場 會有新的飛行計劃 他新的飛行計劃的備降場在哪裡 Poly說 有點類似汽車引擎亮維修燈 有的故障亮起來 雖然不要緊 但是查修等等要確定 這媽對就很麻煩 我是800的乘客 在機上待10小時以上 坐著4次大怒神 還沒退廢 800的乘客夾衰 800乘客夾衰 早上8點半起飛 搞到晚上才落地 夾衰 但是就是搭飛機日游 只能說星宇太堪 飛一個有風險的機場 還一天兩班 也不能這樣子 人家開航空公司 本來就是要賺錢 不然要怎麼辦 對不對 飛機擺在那邊叫24小時用它 才會賺錢 803真的被牽托到 那沒辦法 那你這個飛機 我公司明明就一天飛兩班 他一定以並班為優先考量 他如果一天一班的 他可能就馬上把飛機轉掉 轉給其他航空公司飛 這只是決策的問題 修多久不知道 不修好硬飛 真萬一不用久 沒錯 800到成田 803組員也超死了吧 剛剛不就講了嗎 剛剛不是講了嗎 這次事件就是衰小加衰小 反正我還是會繼續搭信 又買的飛越南的 這次會鬧那麼大 也是新聞一直爆 亂洗而已 而且一堆又不是當天乘客 在那邊叫殺小 800乘客可以看兩次富士山 350放兩班 大怒神一輩子就一次難得的經驗 然後還搭了三次大怒神 802的飯到底跑哪裡去了 802的飯 801 802的飯 802的飯應該是他延誤要放兩 802 801 800延誤 你說802的飯 不是 802的飯 802的飯 802的飯802吃掉 803的飯由802帶來 你在講什麼 好 感謝牛牛 ZX2乘客也衰小 明知飛機回不來 然後也 也只能等 然後住宿一開始來四人一間 繼承車來共乘 真是笑死人 牛牛牛牛牛牛牛應該有內線 感謝CPH800的乘客首航名鼓 想請問Oliver說 想請問大佬 以專業角度 認為下降問題跟技術有關嗎 什麼東西下降問題 問得不清楚 很難回答 原本的餐不能拿出來並班飛機上 我在想 你在說那個800的飛機飛來 本來要把801飛機帶回去的餐是不是 801的800的客人到晚上才落地 他媽在飛上都已經吃了兩餐了吧 大佬VNM有開始飛香港了嗎 好像有 但是321機隊飛的 不是我787機隊飛的 飯沒辦法移過去嗎 飯應該800上面的兩頓飯都已經放掉了 801 801沒壞不是嗎 為什麼不能換那班飛回來 我跟你講 這也是我的問題 應該是 所有人就登機了 這是決策錯誤 因為當初boding的時候已經delay了 飛機當初只想延誤兩個小時 你要想 第一個修飛機你不知道修多久 你不會這飛機一修的時候 馬上就說幹媽換飛機 這換飛機 不是那麼簡單 車子脫來就換 你的飛行計畫 我曾經教過你的飛行計畫 Fly plan Fly release 這些放行這些東西 所有東西要重做 那個油要重加 廣體客機加個4小時的 加個飛到5小時油的航班 至少加20-30分鐘 20分鐘一定要 然後這飛機 如果在機棚落在哪裡 馬上拖過來 又是一段很長的時間 所以這飛機能不能修好 不會說現在飛機有故障 公司就換飛機不可能 如果你們有看過大佬某一集 什麼衰到不行 換了三架飛機才飛80那一次 結果我們主員睡覺 還要睡商務艙 沒Bunk的飛機 你就知道 我們飛機修了兩三個小時 公司才讓我換飛機 因為你一開始都不知道 如果我一開始就知道 這飛機要修兩三個小時 我一定換 重點就是這飛機他不知道 有些東西很簡單 譬如說 我的煞車壞掉 煞車就是壞掉 這東西就是壞掉 沒辦法修 我換 有些東西這個電腦要測試 Airbox就是測試的 跑系統 Test Run這些東西 你這很難 總是以為會馬上修好 所以他第一次修好 就以為沒事了 第一次修好 就在交近之內起飛沒事 誰曉得他們一關上 故障又來了 你這時候故障又來 你想說剛剛都已經修好 你現在會不會修好 怎麼會在這個時候換飛機 不知道嗎 在換一換飛機之前 這個就是Gambling 就是等於說 你要不要把第一個航班 延誤的 要轉給其他航空公司 飛回來 還是要幫他合併自己的航班 這是Gambling 沒想到Gambling錯了 賭運不佳 對不對 感謝HUYULIN贊助 如果新宇航空當時沒有併班 是不是能降低客數量 絕對 但是這種東西 我跟你講 航空公司營運第一考量 怎麼會 如果能併班 延誤又不會太久 當然是 當然是OK的 對不對 郭思遠說換飛機不是換客運 真的不是 801地期圈 沒人清倉又沒餐 一定不能用 對你要想 801地台飛機 還沒餐 餐都在802上面 那你要這些東西全部換 飛行計畫全換 什麼東西全換 GG 也是大工程 跟修一個飛機 你想修飛機 絕對比 換飛機簡單 沒想到 我手氣不好就是這樣子 沒辦法 吳晨宇說 大佬覺得這次幸運航空要改善哪些東西 不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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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的媽被幸運航空關注 你知道幸運航空的粉絲團 來follow我 我真的想把他block他們 感謝Henry 感謝被超壞的3公分 誰的3公分要被超壞 這麼慘 被超壞的3公分 真的 你只有3公分 你還被超壞 那你是不是那個 小到只有3公分 然後現在又被超壞 你就改名字變超壞 800的客人這是賺爆 大佬請問台灣廢安排第一名的是長榮 這排名還有參考性嗎 我又不是排人家名的 不宜自貧 感謝妞妞私訊我 連內部發信 問有沒有後倉 志願資源都沒人想去 做一堆服務 死缺還不會被感謝 誰想去 羅宇成說 新宇找你去 你會跳槽嗎 我可以鐵口直傳告訴大家 新宇不會找我去 想都不用想 台灣路人大佬你好 在新宇社團看到 有人問801和803的組員 能合併成雙組員編制嗎 這樣有沒有機會 延長飛時 飛回台灣 我就跟你們講一件 一個故事 陳水扁有一次 出遊到中南美洲 陳水扁有一次出遊到中南美洲 他就帶兩個還是三個機組人員 那時候飛華航的飛機 然後呢 他 譬如說今天飛到某一個地方 從哪裡飛到台北 這個地方 華航就幫他派一個飛拳上來 延長工時繼續飛 到某一個地方 又延長工時 再派一個人上來 就延長工時繼續飛 那時候呢 我還在華信 我們那時候 我們飛那個巴厘島 Dempasa 我們用737-800 飛巴厘島 飛得非常久 去一趟 將近五個小時 回來 反正來回十個小時 你只要在巴厘島延誤半小時 你只要在巴厘島延誤三十分鐘 基本上這飛機就爆掉了 就不能飛了 那我們那時候華信的航班是從桃園 台北 桃園飛巴厘島 回來是從巴厘島飛高雄 那到高雄呢 再 飛回 那個 桃園機場 這時候就需要三個人派遣 因為超 那個工時一定過 結果你知道那時候華信怎麼做嗎 那時候華信 台北飛巴厘島 到巴厘島飛回高雄 就兩個主員派遣 那到高雄的時候 就再派一個主員從高雄上飛機 就三個人 就飛回桃園 公司就以為這樣子 就說三人派遣公司 結果我們公司 就是大佬的學長 台大航訓班第一期 台大航訓班第一期的 那媽這些人都很聰明 每個人 我的六個學長 每一個人都是少年白 都是那聰明自己的 台大航訓班的 其中一個 現在是其中一個台大航訓班的 當年我的學長現在是 華航777機隊總機師 我跟妳講 那時候 航訓班學長就把他寫信給民航局 說 公司亂搞 那如果照這樣子的話 兩個主員 他媽可以繞著地球飛 反正我們就要每一個地方 派一個人上來 每一個地方派一個上 我媽繞著地球 媽不停歇 就跟媽陳學美當年出遊一樣 媽繞著地球跑不停歇 結果反而被大家罵犯 所以妳就知道 他怎麼能病 妳現在出發幾個人就是幾人派遣 媽哪人媽從中途上來一個人媽 媽再上來一個人媽再加 媽拍片搞三批 媽這一個場景拍完媽再搞一個人四批 再搞一個人媽五批 沒這種 嫣然 追蹤率老以來使 線上人數最多日子 預祝率老粉絲珍珍日常基金 感謝贊助 宇峰 反正我是覺得人家該道歉也道歉 也認錯了 然後賠償也很有誠意的 說實在話 不然還有人家怎麼樣 吃醬不要太難看 況且一邊根本不是旅客 不知道在哭什麼 我這個不介入 不介入旅客 跟吃瓜民眾的紛爭 我是轉述這些事件 但是我也是覺得 說實話 該退票已經很有誠意了 我們不管說 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 做法處理 好不好 全哥給你退票了 真的 退錢 很好的 他大公司可以理都不理你 天氣因素 不可抗拒因素 事實上讓你睡機場 我跟你講 他媽的就不是張國威的錯 這機場他媽的沒有海關 當然是他前面的決策錯誤造成 但是他不是故意要把你放機場 他也不願意 你認為他不想去搞熱餐給你吃嗎 他媽的這機場宵禁 他就沒有東西可以開 沒有人能夠進到管制區 送餐給你們 機場的Catering也沒開 你要怎麼上 300吋份上飛機上 這是OUT人家控制的事情 感謝小五贊助大佬經理員 繼續報內容 你也有用過經理員是吧 好 Rex說大佬知道太多了讓心語覺得怕怕 我哪有知道太多 我知道就大家知道的嗎 睡機場後機是真不能到 不過老實說我機場 我機場他媽的睡了很多次 我媽的機場睡得很熟的 林杰恩 心語後艙能力真的不過 還要發信問 就要注意有沒有自願去Narita接班的人 張鈞豪說只能說運氣不好 我只能說只能運氣不好 DANIEL 感謝贊助 依照過去經驗 接下來做心語應該都穩穩的 長延誤保證有得住 我就覺得說這個應該會至少 短期內 短期內避風頭 應該至少會三組員派遣 但是因為他350是新機隊 不知道能力足不足到是真的 月底何時康賽 我的康賽班被取消了 改成321飛 幾八 看新聞有人說航空公司不可能 客人在飛帳待三個小時 四小時 有這規定嗎 沒有 我跟你講 我是知道 假設 假設 最後 叫許可後推這個803的機組員 真的是 801或在現場三個機組員的 其中一個機組員 我知道是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他們飛回去 所以這個也是民營局要調查的地方 我就今天礙於時間限制 其實就不解釋這麼多了 什麼東西大嫂來了 什麼東西大嫂來了 大嫂來了嗎 有嗎 不要嚇我 他現在來了 應該不知道我前面講什麼 糟糕了 感謝大嫂巴利亞贊助 你臭我也算是 Auto of Control的事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節目效果 聽聽就算了 對不對 老鐵們 你們幫大佬講講好話好不好 對不對 是不是大佬都是專門做節目效果的嗎 是不是嗎 大佬介入調查了 有沒有嗎 完蛋了 大嫂都不出聲 現在才突然出現 來害我 延區要發車了 這下真的會被抓走 我跟你講 我現在人在馬馬尼拉 我真的會被抓走 我跟你講 大佬先發出不是殺聲明 真的會被抓走 欸 嘿嘿見鬼了 大嫂請看50分左右的影片 你他媽不要害我了 我要把 我要把嘿嘿見鬼給他媽block起來 我跟你講喔 Swicky Wong說 所以跟打台對話到底是哪組 幹我也很想知道 我現在沒辦法理解的就是這樣 我沒辦法得到內幕消息的就是 到底跟打台對話是哪一組 PiuPiu零說是臭我 CC說趕快連線道歉 趕快連線道歉 你們趕快老鐵的先幫我 那媽頂一下先嘛 所以803基礎人員也是一起睡機場嗎 對啊 爸媽媽睡哪裡啊 看來大佬要Winshire了啦 我哪時候 我哪時候有臭你們巴里亞了 我沒有臭好不好 基隆代表上香 靠杯 大佬上去後面跪姿直播了 我的媽真的要跪姿直播 我現在要注意門口幹 我為什麼會衝進來把我抓進園區了 Norman說 大佬今天很專業的解說 好我跟你講 我現在整件故事還原的死末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我來看看我有沒有漏掉什麼地方的 好不好 應該就是這樣子 那你們有沒有最後什麼問題呢 10分鐘 對這整件事情 什麼來龍去脈 sequence 有不了解的地方 讓我們提出來發問一下 我們來 疫情釐清 還是說你們對這個 法規啊 有什麼不知道的地方 可以跟大佬一起來討論 但是我還是要講一下 就是說 發生這個 delay事情 不可 不可遇 也不可逆 我自己當客人 我有時候 在國外也是遇到delay 我也是 幹幹爆了 你知道嗎 我也有可能 小心變成酸民 但是 旅遊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說大家互相溝通 體諒一下 當然啊 你在旅客立場 說不然我媽要趕回去上班 對不對 我就算不上班 我在那耗一整天 我也不爽 我媽過來被你們虐待的 所以這也是很辛苦的 就發點脾氣有點火 當然也是正常 那航空公司呢 他也不希望有這事情發生 基於航空公司 就是媽 也是在賭博嘛 就賭錯的而已嘛 賭錯 附上的 賠償就是 生育嘛 大概就是這樣子 大佬的飛機上 如果遇到乘客暴走 會如何處理呢 幹這不好說啦 距離機場可以在宵禁時段起飛 但是 費用一次一百萬澳幣 幹老师咧 口逼頭說大佬都是為了節目效果啦 對啦 14小時可以不含用餐時間嗎 什麼東西 這關什麼 用不用餐時間 14小時就是14小時 最後到底有多少 多少主機師出動成就成田航班 喔我剛忘了講了 半夜的時候還有一班321的航班 隔天早上飛到成田機場去救援 還有一班 那是都已經是客人睡在機場的時候 才飛去救援的 Kevin 非常管制區的管制員兄弟 感謝Norman 大佬這時候有接電能睡機艙嗎 在機艙時一定是有接電的啦 大佬 Kevin說幫我整合了 1 ZX800兩次Winshire Walling因此轉降 自原機組超時無法將801飛回 2 松山出發機組員 由於黃金週級公司協調 臨時不順 導致沿路大煙霧 最後卡在成田關外 沒錯 3 802故障排除後 803 801乘客 關上門後 二次故障導 好事無法趕在消息前起飛 802機組超時 對 神秘第四機組員 我不認為有神秘第四機組員 應該就是801 或者 應該就是800或802的組員 大佬後面的美國線怎麼處理 美國線本來就沒有影響到啦 7年前沒有要去俄羅斯再去烏克蘭 當時天氣因素從廣州起飛 講太多了 有興趣的朋友自己看他怎麼講的 我以前做土航商務艙 結果在伊斯坦堡轉機的時候 目的地暴風雪三天 去問飯店土航也在狂踢啤酒 只能自掏腰包住機場旅館 真的我也遇到過恩賜啦 真的啦 欣宇也算是非常非常有誠意的啦 感謝Norman贊助 身為大佬老粉 先沖棒殼再說 機場超過4小時 乘客可以要求下飛機嗎 你要要求什麼都可以 要求人家把你打手槍就可以 人家准不准嘛 對不對 對 LIUNCR說 一飛機規定只能重飛兩次 下去不能直轉 兩次公司超值 因為新宇航飛就 好多了 唸不完 不好意思 感謝EGAN CHENG贊助 這個是美國的朋友 為什麼有人突然逼我 感謝BALANCE 0307 請問機主人超時候休息多久可以再飛 每一家規定不一樣 每一家規定不一樣 我們那般越南就要休息十個小時 十個小時之後就可以繼續再飛了 十個小時 到底是什麼怪風神力力量 我猜 張希希你不要幫大佬重複好不好 來回全額退廢 開先例等於放到最底了 以後類似狀況一定很難處理 未來還會被 來回全部退廢為基準被大解釋 請問機師超時會有什麼處分 這是民航局處分 不是他飛拳被 飛拳當然也會處分 但是這個民航局主要是處分 航空公司主要處分航空公司 因為飛拳超時一定是幫公司才超時 公司不報不要被抓到就好 這件到這麼大對不對 飛離島農物取消 乘客都要自己想辦法了 對呀 恭喜 你 ZX800首飛 名古屋 水是女奶豆葉 到可以說真晚安嗎 好晚安啊兄弟 公司延誤找飯店有配合嗎 靠腰我猜 到請問西域運航空派 派基主大西埃222去救援 他就不是的 你從頭看從頭看 我不想再多講了 沒從頭看人就不知道了 JX800 露民古屋不知道有沒有噴水 靠杯 好守航啊 感謝Jacky 大佬有遇過最危險的飛行時刻嗎 除了有一次 上去過高 下去又過低 上上下下那次 我好像我忘了 反正我已經罵很多次了 以前飛安哥拉茲暴風雪 在機場睡68小時 航空派系 那家赤自己 還在機場洗澡 對嗎 請問大佬有什麼轉向機驗嗎 大佬一堆啊 飛了20幾年 怎麼會沒有轉向機驗呢 感謝郭明TSENG 感謝大佬解說 好喔 大佬有閃時 為什麼K董要自己跑去日本開飛機回來 而不是再派別人去呢 這不好說嘛 不要問我嘛 你問K董嗎 大佬等等 像上鄉情車嗎 我不知道嘛 我現在 我現在趕快打電話 確定一下 我等一下不會上鄉情車 可能我現在跟你講 你會看到的時候 你會看到的時候 你會聽到嗎 這段癖你會看到的話 你會看到過嗎 我听到说叫我去看那个53分钟了 哪一个王八 小宇 刚刚是哪一个王八 说叫他去看53分钟 把我那个人 把那个人给我揪出来 block掉 所以53分钟是什么 你把那个人给我揪出来 ban掉他 53分钟是什么 我怎么知道53分钟是什么东西 我年 我年我今天拉过十没有晚餐吃什么 都想不起来的 你问53分钟是什么 我怎么会知道 我等下我自己去看 你不要 我跟你讲 你不要你一个人害所有粉丝没办法看 你一定要回头看 我就把现在直播这一集 关掉 你要害所有粉丝没办法看吗 兄弟们 你们大嫂说 你们大嫂说要 要那个 要关掉这一集 什么东西 那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回去看 你要回去看 我今天很像包青天 你说什么 我说你今天很像包青天 就去晒成这样子 那你怎么 我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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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把你的额头放一下一个月亮 我都觉得我现在吗 我就说 今天应该要放 你不是说你是公道博吗 你要公审吗 你要包青天公平吗 那来不及 我都直播完了 我现在怎么放一个包青天 对不对 你很适合而已 今天就当包青天 杰基说板桥代表上香了 靠北 台北代表也 台北代表上香了 所以50分是什么 你真的要回头看 我跟你讲 我等一下就封起来 兄弟们 别人跟我说也可以 兄弟们 我跟你讲 你们现在赶快叫大嫂 叫你们大嫂不要看 不然我这样封起来 现在这个直播会不会封起来 就全看你们大嫂了 欢迎截图给我 你不要 你不要闹 我干嘛 你们这些 只要有小王八蛋敢截给 被我发现了 我就是ban掉 好不好 三重浦 三重浦代表也上香 还有绿岛代表 我跟你讲 你不要得罪绿岛代表 我们以后要去绿岛潜水 到底是50分讲的 有比你刚刚讲的演奏吗 我刚讲的什么 你说什么我很爱翻脸 我有讲你很爱翻脸 我发誓我绝对没有 讲我很爱翻脸 如果我刚刚有 我讲过 你很爱翻脸 我就把现在这颗遥控器 拿来瞳我的屁眼 好不好 我绝对没有讲 我不相信我有讲这话 我就说 修飞机 飞机的妈 这个飞机的妈 脾气的妈 跟你一样 捉摸不定的 我就这样 我刚刚好像不是这样讲 刚刚就是这样子讲 刚刚就这样 不信你问小宇 你叫小宇妈回答 或者你叫随便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粉丝 叫人家讲 看我刚刚是不是这样讲 对不对 你是已经讲得很含蓄很婉转的 你刚刚就不是这样 我刚刚就是这样 等一下 有安克拉致 修飞机跟我的脾气一样 不是 等一下 安克拉致代表上枪 有安克拉致代表 你们大嫂很想去安克拉致 我们先跟安克拉致 安克拉致那个代表 先阿虾子一下 因为我们以后要去安克拉致 我们要去黄刀镇 我们要先找安克拉致兄弟 好不好 我跟你讲 我都跟大家讲 真的不要晒黑 晒黑的妈 他感觉他妈印堂发黑 你知道吗 而且你还是全身 我全身 你不要乱讲 要不然我等一下就跟大家讲 是我比较黑还是你比较黑 我其实没有那么黑 你现在我今天要看到 我有吓到 你有吓到 你要不然我跟大家讲 你哪里很黑 哪里不黑 你讲讲看 你不要害我了 你听你这话 我不敢讲 你讲讲看 看你可不可以出境 圈律兵 你看嘛 威胁 等一下 有Captain Sorry 已婚代表上香 先认错 不要讲道理 已婚代表说 先认错 不要讲道理 这是生存的唯一原则吧 对 Kevin说 现在真的是硬堂发黑了 有人说我那个赛黑像阿珊 你真的比我黑很多 而且我感觉你可能是 你是不是插到注赛机 等一下 我现在会很丑 我现在会很丑吗 现在会很丑吗 没有啊 就今天一整天看起来就觉得很黑啊 那有没有很丑吗 就是大家都一直以为你没有开灯 我跟你们讲 你们大嫂刚问我说 你有没有开灯啊 我说 家里灯能开的全开了好不好 还是黑的 靠腰 我想说为什么这么暗 我还以为家里都没开灯 然后我看到很多粉丝一直说 瞎小上什么瞎小新闻啊 不 我这是我的 我那个不是新闻啊 那个不是新闻啊 那个不是新闻 那他应该是讲你昨天的那个影片吧 我应该是啦 他们昨天看的时候没有觉得很奇怪吗 等一下 为什么请一个潜水夫来 靠腰 等一下 靠腰 干真的耶 为什么他妈记者妈 干 真的有哦 有啊 一踢特对的 他说腰 七八七机师亲曝故障 加上宵敬 心语真没选择 干 好了 那我也没办法了啦 对不对 我妈没办法啦 晒黑 他们有看到你潜水夫的样子吗 我不知道 我没 我没PO给大家看啦 所有粉丝没人知道啦 因为我让大家知道就很尴尬了 哈哈 我只是觉得那个画风很奇怪 因为画风一转 怎么 你现在是在看 好干 我根本讲一件事情 昨天晚上其实我有上 我有上节目录影 然后那昨天晚上我上节目录影 是因为我昨天他妈在潜水 制作单位一直找我一直找我 要我连线 我连线 我住那个一岛一饭店 你知道吗 那个岛上他妈没有讯号 那可是制作单位跟我合作 和久就一直叫我做 好那没关系 我录一段给你 那你知道我在潜水 干我就穿潜水服 那我妈脖子上挂着 挂着妈妈面镜 潜水面镜 然后我就做 做录一段影 然后呢 那就晒得很黑 干他整个像 像 像妈菲律宾人 然后呢 然后那个上的节目 然后他说我们现在连线那个 我们请到那个疯狂机师 帮我们做个精辟的解释 这样子 就镜头就转到我嘛 干我就穿潜水服的衣服 然后戴个面镜 干这到底 我看这画面很好笑 干这到底是机师 还是妈潜水服 大家观众已经在想说 靠腰 这你找个潜水服来 讲飞机干嘛 重点是他们看完影片之后 他们还是播了 不还是播了 还是用 好 我不知道谁啦 你们有人可以 有人可以把这一段 那个连结贴上来吗 贴给大家啦 我觉得整段变得很搞笑 你有连结吗 你帮你贴给大家看一下好了 我有连结啊 你的IG有人在底下有播连结了 是吗 就是说现在有人想看 你要不要播给人家看吗 那播给人家看 我看一下 那我看一下这个 干哎我还我跟你讲啦 将你又传那个给我了啦 将你不传伍德啦 传A片给我 不讲伍德 哈哈哈 我看一下 大佬找一下 我看我有没有办法把那个 请潜水服上来讲飞机的事情 传给大家看 哈哈哈 我觉得那个超好笑啊 那个 我的潜水服的是吧 嗯 干嘛 我不知道谁找 我知道有人传连结给我 有人传连结给我 我来看一下啊 传连结给我 传连结给我 有连结了 有吗 我现在要贴上去了 你要贴上来可以啊 要跟大家讲几分几秒这样子啊 有人有贴了吗 小语给他置顶一下 这个啊 哪个 然后这个好像是59分 59分开始吧 对59分开始了 59分 有吗 小语可以 小语可以置顶一下吗 有吗 有啊 我放啊 你放了吗 你刚放在哪里 连结 小语 小语 那个 Varia丢一个连结上 你去把Varia的连结置顶 你有 我都没看到你 你有丢连结哦 我被盖掉了是不是 YouTube 哦 YT不能贴连结啦 YT不能贴连结哦 我让就靠北那没法 没法 那就没法 了啦 好不好 他们等一下去你 你去IG看看 哎 有人说 有人说他有看到那个新闻 然后他说超好笑 有人说 鸡巴 就你就是很像 那画面感很奇怪 一跳过去 怎么这个人在潜水 然后夹飞机的东西 我干 以后不帮制作 这很好笑 以后不帮制作单位忙了啦 妈的 每次这样子搞 让我的妈 形象受损好不好 不是吧 重点是制作单位也很好笑 看到你 你影片给他 然后他 他那个主播 我觉得主播也很尴尬 我们有请 机长张姆斯来说话 结果我一跳一个画面 这个人怎么在潜水 你转一个画面 是一个潜水夫 我刚才讲 我开水上飞机 我等下妈起来 妈开飞机啦 我家飞机坏掉 妈潜水下去修飞机 靠北 靠北 我觉得真的太好笑了 我看一下 等一下 你看看看说 把 HTTP 你把链接前面那 HTTP STASH STASH 那个拿掉 就可以贴上来了 我把我把那个 网址贴给 哦是吗 对 网址不能贴嘛 因为电脑他 他 他AI就认 HTTP 那你不这样呢 那有了吗 我放上去了 放在哪里 我不知道 为什么有人说有了 他们说有看到了耶 你贴在哪里啊 你没贴啊 你贴在哪里啊 你贴在哪里啊 我贴在你的留言上面 但我没看到啊 小语也没有 小语也没看到啊 你再贴一次 诶 有 也有人 有人 没有吗 电脑版有看到耶 没有啊 我们是在电脑版 在贴一次 我连你留言都没看到啊 但是那个谁有贴了啦 那个吴 吴嘉豪 贴了一个啊 嗯 怎么会这样 你没有啊 不然小语先把吴嘉豪的字顶一下好了 那个真好笑 哦 巴里亚有贴了 巴里亚有贴了 把巴里亚的字顶一下 626我看是不是同一个 巴里亚贴上去了 但是你贴的好像跟吴嘉豪贴的不一样 不晓得 贴着看 看人家开 我贴的我贴的这个是它是从50秒开始哦 那不是59分开始59分08秒就你那个填水服的的样子 有人都看到渔夫了啊 诶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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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小语 小语 你贴吴嘉豪的 因为吴嘉豪的把时间点都已经 都已经贴好 结结好了 对对对 你贴吴嘉豪的 对小语 贴下吴嘉豪的 吴嘉豪把时间点已经结好了 吴嘉豪的 看他们也觉得很好笑 有有好笑吗 吴嘉豪的 吴嘉豪真的大家都有看到 吴嘉豪我看到第一个我根本不想 我根本不想知道你在讲什么好不好 吴嘉豪我想说这个人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啊 我就想 我就看到 诶怎么这个背景 从摄影棚变成 后面是海 然后又是 又是山 然后一个人在 前面在那边讲话 开水上飞机 我开水上飞机不行哦 落地之后飞机有故障 我自己潜下去修嘛 对不对 妈祭司间那妈祭司嘛 好不好 等一下我看一下 吴嘉豪真的大笑死潜水夫 吴嘉豪怎么办啊 可不可以叫制作单位下架啊 吴嘉豪好不好笑啊 还带一个纸挖镜 哈哈哈哈 当时还没晒这么黑 我还以为是 冰口优 冰口优是谁啊 干 可是妈 Steve说帅 疯狂于 你听我讲 会不会以为下一次啊 刚好又有什么事要叫你的时候 结果你刚好 你刚好在跳伞 哈哈哈哈 干 那人家会讲我 那妈我的飞机爆发生什么事情 这样子 那你在跳伞的时候 然后 然后边跳伞边解释 是不是 等一下 有人说疯狂渔夫啊 还有说开潜水艇的 我潜水艇停在下面 我潜水下去开舱门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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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个 但是 有人说 那个TAWEI高说 画面看起来很帅啊 很帅 很帅 对啊 还有人说 疯狂波赛顿机场 但是他说看你那个影片很白耶 然后看到你你现在很黑 你现在很像包青天耶 靠黑啦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嘛 我解释什么嘛 不要解释有什么要解释的嘛 如果如果这样 如果这样 如果这样这样子我就 我就包青天这样子 你要不要解释 你要不要解释 为什么新闻画面脸是白的 不要嘛 你不要乱解释嘛 我现在要这样子 包青天嘛 冰口優日本 冰口優日本贤星 挑战一个月一万日元生活 我不管他是不是贤星 一个月挑战多少钱生活 我只知道我想知道他帅不帅而已 他们说你一脸震惊的讲新语的事情 但是背景太好笑了 背景怎么会好笑 这个是那个吞吞吞吞吞吞吞 那妈全球很有名的景点好不好 疯狂潜水夫 578你开美元磨皮 请问他 他答对了 什么东西啊 你不要乱讲 你少鸡 你少鸡鸡歪歪的我跟你讲 但我不能讲这话 讲这话等一下要跪算盘 感觉很像在度假区抓来访谈的 就是啊 就是在度假区抓来访谈的 包青天 对我跟你讲 那个新闻那三分钟真的很好笑 而且那三分钟 你还叫我我帮你录影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那时候我们两个刚刚浅完 然后一脸狼狈一样 你知道太阳又大 晒的黑漆麻烏 那手还是湿的 整个手机都是湿的 我还叫你们大嫂拿他的iPhone 帮我录掉 真的太好笑了 大佬是在船上吗 对啊干我在船上啊 大佬之前吗 还是水费 你们刚开头错过了嘛 我之前就前几天去拿 Rescue Diver吧 拿完之后就跟 你们大嫂一起 一起 我们去看沉船啦 看了一条 135尺的沉船 32米 那条沉船叫什么名字啊 感觉想想 我们看了那条沉船叫什么名字 那条沉船哦 我忘记了有点长 反正就是很大一刀 好啦 铁达尼号啦 就这样子的啦 管他 有那个沉船上面还有 还有那个轿车的长海啦 对还有马桶 干我跟你讲 那个沉船里面 还有车子还是什么 是反正二次世界大战 被美军击沉的啦 那那个沉船里面 他很深在32米处 那里面的还有 还可以看到厕所 我厕所上面还有一排有马桶 干那我就很想 妈坐在妈 沉船的马桶上面 妈拍照 哈哈哈 感觉很好笑 好 沉船加烤照 哪天直播 沉船加烤照 就礼拜六啦 这个礼拜六直播嘛 好不好 我今天直播是 补上个礼拜 礼拜六 周末没直播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他妈没有 没有网路嘛 好不好 今天是补那一天的 然后呢 这个礼拜 礼拜呢 还会继续 直播 但我不知道 我这个礼拜的班 到底是怎么样 我看一下 我这个 这个weekend 到底在哪里 反正我 你们这老粉都知道嘛 李恩哲上是 礼拜六晚上 九点半直播 如果礼拜六飞行 或不再 飞出去 在其他国家 就是礼拜五 或礼拜天嘛 是不是这样子 我看一下 这个礼拜 礼拜五 哦 不行 礼拜六 可以 这个礼拜六 这个礼拜六 可以啦 原定计划啦 礼拜六晚上 晚上九点半直播 今天晚上下见 只有一样 我会 今天礼拜几 礼拜二 靠北 昨天礼拜一 忘了 不是忘了 我根本没 没办法 没网络 可以上 那个会员频道 等一下 会把会员频道的 那个 一起上上去了 好不好 那个马桶 还会通吗 干 我不知道 我又等我 下次再船潜 去那边拉个石 那个沉船 它是什么 Morazen 是不是这艘 那个我好像不是 我记得 好像 贝利宾有好几艘沉船 对 我也不知道哪一艘 哦 沉船是 Jekob说是 Morazen那艘吗 是那艘吗 反正是一艘135尺的 那里有11艘沉船 只有3艘是100尺 100尺以上 那一艘是135尺的 是货轮 哦 是货轮 有人说 大佬穿潜水服 超帅 对不对 他有看到你穿 那个 5mm的 没有嘛 你不要乱po嘛 你不要乱po 不要乱po 将你朋友拍的那一张 大佬 深潜到几米 33 32米 对不对 我跟你们大嫂 都潜到32米了啦 水温不会很冷啊 水温不会很冷 不会很冷 那我看到很多Nemo 海龟 有看到小海马 那我有遇到 那个湘形水母 沉船感觉很有故事 嘿嘿 见鬼了 说大嫂 喜欢不穿的 Danny说好深哦 你们就知道大佬喜欢深嘛 请问大佬 哇 这请问大佬是什么 我们 我们是用高氧下去的 没错 在那个沉船比较久 有人问哦 有人说可以大佬可以秀一下挖鞋吗 不好 虽然挖鞋价人就在我旁边 但是那个拿出来你们懂的人也不多啦 我是Scooba Pro的 你们大嫂的 你们大嫂更厉害了 他两双都是那自由钱的 自由钱的 他有自由钱的 他有自由钱的执照 为什么有 他说挖网的 为什么 什么东西挖网 你那考虑是挖网的 哦对啊 对啊 Ricky Lee说挖网 所以这里有人有潜水哦 有人也有潜水的哦 我跟你讲 我都知道嘛 因为我刚片头有讲 我说那如果再给我一次 我打死不会去考 Rescue Diver 真的 太痛苦 夹干扣啊 应该很快个大台都可以看到大佬 干为什么 之前就是常挖 对啊 你们大嫂之前挖超长好不好 今天开好久 两小时 两小时了吗 我根本看不到 因为我现在 我现在镜头看不到自己啊 反正你今天就像是没开电灯啊 如果如果你在 如果你在闭眼睛 嘴巴不讲话 大概没有人知道 你在哪里 那我现在 我现在镜头看不到谁一样啊 跟牙膏一样啊 应该会吧 靠谣 海龟比鲨鱼还恐怖 要罚30万 请问大佬 5214海力航空培训的后续状况 海力航空还没招完嘛 我这没回台湾没机会问啊 之前遇到鲨鱼怎么办 念佛号啊怎么办 赶紧念佛号 其实有个人说对了 鲨鱼其实普遍都不会咬人啊 干真假 大白鲨攻击性会比较高一点 是吗 对啊 看完影片 看完该影片 我发现主播很厉害 万人的既会开飞机也会潜水 他这个应该讲主播应该是讲我吧 爱情鸟的旅游日记 这台大佬频道自打自己广告 我要跟你收那个广告费哦 往生咒 有人说念往生咒 好啦 今天就这样子了 今天最高时候好像有8000人 大佬有在朝靖遣过吗 没有 大佬我来越南出差 有看到越南航空飞机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大佬开的 一定不是嘛 越南航空三四架飞机 怎么会遇到我开的呢 水母遮的有够痛 我告诉你 水母遮的还没有比你们大嫂遮的痛 什么意思 我先去念往生咒了 但是我们最近就是一直在研究 那个水母的走累 因为你那一天看到乡型水母 对我跟你讲 我那天遇到 我那天遇到乡型水母 教练 一看到 大家跑 走好像背 好不好 感谢 Brian Lin 赞助 这是美国的朋友 感谢啦 谈难代表二度来上乡了 圆区的车也准备了 现在记者都 网路上翻翻就有新闻 也不需要查证 所以妈有很多 明天说不定有一堆记者 他妈 说妈妈 妈听大佬讲的 靠北 我可 把你的那个 把你的这个精神的直播拿去 拿去剪一剪吧 有可能 我告诉你 为什么 我为什么有好多人 为什么有好多人妈私讯我 一传很多连结给我 为什么 到底是 到底是传了什么 连结给我 哎 你们大家妈私讯我 到底是妈私讯什么东西 我都看不到 我东西都爆掉了 什么东西29分钟也推送 好啦 就这样子的 好不好 谢谢大家了 我们最后 最后 感谢小宇今天 花了两个多小时时间 在这边陪大家 因为小宇其实也很久没出现 我就一直 不太暗藏你出牌来这边 来这边直播 大佬会不会久遣一身 有人叫你下次直播的时候 都穿潜水服跟挖的镜子 干 那就很好笑 跟上次一样了 跟我妈昨天在那个 57那个什么台 一样啊 你就搞不清楚 到底是潜水服 还是祭司啊 祭司还是渔夫 ET Today 新闻已经把大家统整了 外加附上直播连结 所以这是好还是不好 哦 17 Today 已经好了 这么快 这么快 所以是怎么样了 好啦 那就谢谢大家了 好不好 我等一下 关掉之后 我还要去吗 弄你们昨天会员直播的影片 大佬很忙的 大佬很忙的 阿布拉说 期待小宇 五月份和大佬直播 对耶 我五月底 小宇 我五月底要回去 这次没有借口了吧 五月底 五月底我看看啊 很多人一直叫我看53分处耶 你不要 你们哪一个小王八蛋叫我 你们妈俩看53分处 我就妈叫小宇把你BAN掉 到底是谁啦 一直在那边出卖的人耶 你BAN也没用啊 反正他是开小后啊 可能 对吧 我招抓到了啦 是YT YT YDJ RJ 老嫂记得看53分处 啊 可恶 可恶 他常常讲啊 都叫我看啊 所以 有人问说 有人说 有人说 大嫂是怎么遮大 大嫂大佬的 有人问你怎么遮我的吗 大佬 JJ令说大佬期待我的无线电航空课 我说过暑假开课我又忘了 结果我说我要用我那个 啊 我那个 不讲五得一耶 最近我忘了 靠杯啦 嗯 啊 对嘛 你看那个Hero就说不要闹了啦 害大佬干嘛 你什么吃的 我这样 我等一下一定要把那个JJ 那个谁吗 JJYJ YGY的那个 跟他ban掉 要害我好不好 他那个是小号啊 你ban了也没有用啊 他如果开很多小号假 你也没有用啊 你怎么知道人家是小号 你说不定嘛 他偷爆料也要聪明啊 不会用本尊啊 用小号 不会的啦 想看大嫂 爬青哥 实战教学 好奇如何玩 哎你下次 下次到我家帮忙开 帮忙那个 录一集那个爬青狗实战 我跟你讲 我到现在 即便那台爬青狗在我家 我还是不会玩 你有没有办法教 你有办法教人家怎么玩吗 可以啊 但是主要是他这个爬青狗 那他最好玩的地方 是他一定要打进那个 就是打进那个他的 有故事里面 他那个游戏 他要打进去那个故事里面 要不好打 主要是主要是一直没进的话 会拖很长的时间 所以变成那个直播 可能会很长 所以这个 这个会有点麻烦 如果直播是他们可以 愿意看这么长时间 如果刚好一直都没有进去 就是他最重点的地方 那人家不要看直播 只要教 你只要教学 不用直播用录影的教人家 怎么打爬青狗 那也可以啊 就是可能一直打到那个 游戏画面出来的时候 就录那一段 那就可以剪 就可以剪接就比较方便啊 对 因为其实 其实但是他这个 他 他每一次进去 其实他每个画面 他都会有告诉你一点提示 就是说 你这次能不能成功进到 那个故事里面的 哦 那其实他其实外面都有提示 但是那个提示是 非常非常细小的 比如说可能颜色啊 或是有一些奇怪的字出现啊 或是有一些奇怪的图案出现啊 或者是那个字变了啊 就全部都是会有提示 有人说 关了一个大嫂的眼线 还有千千万万个大嫂的眼线 那这样讲的相应是蛮有道理的 那于纯恩 云说 不要害大佬被塞入乡行车 看不到大佬分享故事损失更大 对 所以 所以 所以这样 大家会比较想要看 看你们Maria做 Pachinko直播 还是呢 录一集 用录影的方式 告诉大家 Pachinko怎么玩 会拿 大家会想要看哪样 直播 直播 录影的都要直播 等一下 Candy C说 好久没听到大嫂说 你神经病 好怀念 你神经病啊 好怀念 你神经病 其实如果说是 Polly说小孩才选择 大人都要 录影的话可能是要就是做成那个精华 但他 他直播 就是说因为其实 那个Pachinko在日本有很多那种日本的YouTuber 他们是专门在做这个Pachinko的直播的 是这样 好啦 我们今天就这样了啦 不要一直在这妈延迟了啦 感谢小雨 好不好 那你跟大家say goodbye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什么等一下 什么东西 等一下 什么东西 干嘛 为什么 什么东西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等一下 没事 没事 为什么 你没有 你没有画面了 出现了 这样子 谁 你刚才说等一下 什么意思 没事 嗯 跟大家 我转过去 你真的很像包今天 我也 靠北啦 我又没法哭 什么都没有 电灯也开了 你想怎么样 我现在就像拿10个探招针罩我了 还是这个样子 你还是以为没开灯嘛 怎么会这样子 啊 是不是印堂发黑啊 你反黑的好严重啊 那怎么办嘛 大家刚刚都有赞助我那个 赞助我那个的嘛 美白金金嘛 哎你们大嫂上来之后到现在没有人赞助耶 你上来到现在没人赞助耶 怎么会这样子啊 那我又不是重点 好吧 好啦 那等一下 有人说黑黑的没画面 靠北啦 因为是我脸黑啦 好不好 有人说黑到反光啊 好不好 就这样 你跟大家 这个我跟大家那个再见一下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到此啦 晚安 拜拜 拜拜 不得拜 我先跟你拜拜 拜拜 拜拜 好啦 谢谢大家啦 好 想知道 如果星宇航空有内幕后续发展的话 大佬呢 感谢谢其佑 赞助大嫂美言鸡鸡 好 谢谢啊 如果星宇航空有后续的发展 后续的内幕 我们今天没办理解的破台的地方 之后如果知道了 我会再上来跟大家更新一下 好不好 地下迷航局长 如果收到更新 收到有人跟那个 跟我回报 好 我再来跟大家更新 好不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就到这样子了 晚安 Goodbye 等一下 我 我还不知道怎么关呢 我就妈 这个 这个画面都不知道搞到什么地方 啊 等一下 我看看要怎么关起来 我要看看要怎么关 要怎么关啊 要怎么关啊 关不起来 今天就把手键 乱给人家按 按到 害我一整天没看到自己 靠北 有人说拔电源 按这个 结束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